我生在农村,在我们学习不好的孩子,早早就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。 我也不例外,初中毕业我就跟着父母去了城里打工,父母都在工厂做工,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我去了干了几天就受不了,后来自己又接连换了好几份工作,在饭店当过服务员,给人当学徒,最后在一个超市当手银员。 我跟老公家就是那时候认识的,他是那个超市的理货员,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他对我很照顾,慢慢的我们就走到了一起,老公是那种很会疼人的男人,我们在一起后他特别的宠我,同样是上班,下了班家里的饭菜他做,衣服也都是他帮我洗,我瞬间被他宠成了小公主,老公挣钱自己舍不得花,但是却舍得给我买东西。 他总说女孩子要会打扮自己,我真觉得很幸福,后来一次意外我有了宝宝,我跟老公都舍不得这个孩子,所以我们回了老家匆匆办了婚礼,怀胎十月我顺利生下了女儿,全家都很高兴,特别是老公,老公每天抱着孩子舍不得撒手,老公说,自己一定会好好挣钱,女儿要抚养,花钱的地方多着呢? 老公还说自己要努力挣钱供女儿读书,将来等女儿有了出息,就不用像我们一样四处打工。 月子里晚上要起来喂奶,我根本休息不好,老公心疼,可她又不能不上班挣钱,于是老公提议让婆婆搬来跟我一块住,晚上帮我照顾孩子。 她则搬到了另一间去住,老公忙顾,不上我们,可婆婆把我和孩子照顾的都很好,我月子里也没落下什么毛病。 出了月子,老公也没有要搬回来了的意思,婆婆还是跟着我们睡,老公每天早出晚归的,我们都说不上几句话,每次回来都见她一脸的疲态。 以前我们在外边她也是干理货员,就算老家工作时间长点,也不至于泪成这样呀,我以为她虽然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建议我生的是女儿,我真的很难受。 有天老公打电话说,员工聚餐,不回来吃晚饭了,我又忍不住胡思乱想,晚上我让婆婆先哄女儿睡觉,自己跑到老公房里搬东西,老公房里堆满了衣服,我虽然心里怪她,但还是很心疼她,忍不住帮她收拾东西。 我把衣服整理好了放到衣柜,我却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个布袋子,我打开一看哭了,里边是老公藏的一套工作服,她竟然在当搬运工,却从来没跟我说过,晚上过了十二点,老公才回来,身上还穿着同样的一套工作服,只是脏得不像样了,原来她今天不是什么聚餐,而是晚上又去挣钱了,我心疼得眼泪直流。 她搂着我说,虽然现在当装洗工累,但是挣钱多,只要我跟孩子能过上好日子,她吃苦受累都不怕,听了老公的话,我很感动,老公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,自己吃苦受累,还不敢让我知道,可我还怀疑她,现在想想都后悔,我觉得自己很幸运,日子虽然过得简单,但是我有个幸福爱我的老公,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。 你们觉得呢,图片来自网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則她们聊过来自网络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郎